举起横幅沿街喊口号 香港示威民众走上街头 反对天海遭路和新建垃圾处理场 这场抗议活动来之不易 因为这是国安法 自2020年6月上路以来 时隔近三年 第一个获得政府批准的示威游行 我感到很高兴 因为我们有几个批准的抗议 在最后一段时间跌倒 这场意义非凡的抗议活动 原本升起了三百人参与游行 最后政府却只批准了一百人 而且参加民众不仅不能戴口罩 还得强制挂上号码牌 被利是警戒线的绳索圈柱 让示威民众相当不满 短短半小时的游行 还有多名警察和警车全程戒备 这场抗议游行显示香港人民 虽然还能勉强发声表达意见 但在政府的打压下 依然甚至重重 华尔新闻蔡子冰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